一名年轻女子坐上救护车 她的脚似乎受伤了 不过还好情况并不严重 原来这名女子18岁从屏东骑车过来 原本要北上台中 一次在导航指引下 误入台南东源山区产业道路 还不慎冲入边坡 吓得她报警求助 再来听消防局稍早说明 一次迷航然后衰落在 破地里面 那我们有我们东源的警医小人员 前往搜救 顺利靠着Google的GPS 那我们顺利在山区找到 这位迷航的女中区骑士 当时消防人员透过女子报案定位 前往山区救援 经过20分钟搜寻 终于在离产业道路 边坡30公尺处的地方 找到倒地机车以及受伤女子 经过减伤 女子只有左小腿轻伤 没有大碍 消防队员也合力将机车抬回道路上 最后女子和家人报平安 再由消防队将人车护送到火车站 将机车系车后 女子搭火车回台中 结束这场惊魂 这场惊魂